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过程船长操作大前帆的流程 大前帆的连接点是在甲板外围船头的一个固定处上 首先要爬出去甲板 然后把这个连接的轴承连接到船头 然后要将大前帆进行整理 连接好所有的缆绳 大前帆平常的时候是绑在甲板上的 是不用的 只有当顺风的时候 风力达到了一定的速度 才会选择使用它 使船能达到最高的效能 整理大前帆的缆绳 是一个非常复杂 但是又需要细致耐心的工作 一定不能和其他的缆绳打架 过程船长在法国 一直在进行不间断的单人操作大前帆的训练 它即将展开的从旧金山到上海的单人不间断 进入挑战将有可能遇到很长时间的顺风的状态 所以大前帆的使用将成为它进入挑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现在大前帆准备好了 进入正式的操作环节 可以看到屏幕下方有我们的船速 风速 风的角度 风的方向 还有船的船本身的倾斜角度 一系列的数值 现在船长要做的第一个操作是将前帆收起来 然后准备张开大前帆 张开大前帆的时机也很关键 然后动作要干净麻利 尽量不要让大前帆有太多的没有必要的摆动造成消耗 好 现在我们的大前帆已经打开了 这个时候需要尽快的将大前帆的角度收到最佳的状态 以产生较高的船速 现在可以看到风速达到了18节 船速在11节左右 换翻的过程中会导致一定的失速 但是换翻以后 这些损失很快就会被弥补回来 并且会产生出更大的优势 现在我们只需要慢慢的等待 看三体大帆船在使用詹尼克大前帆以后 所表现出来的竞技状态 Check it out 211時 523時 212時 311時 312時 212時 417時 412時 511時 312時 412時 No songs belongs to me